林昭映这样子的一个喊话 某种程度上面 也是一种豪赌 真的也是一种赌博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就是说民众党的高层 都已经拍桌 要这些小草们站出来了 他都已经尽力动员了 万一明天真的到立法院 群仙楼的小草们 只有几根草的话 那真的会是民众党的一个大危机啊 所以说林昭映当然急啊 他这个做法绝对是急了 他觉得小草们一定要出来 如果小草们被这样子的一个拍桌 都还没有办法走出来 走上街头的话 那某种程度民众党恐怕也是 唇亡齿寒了哦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哦 昨天晚上呢 在台北看守所外头 小草自发信的出来 声援柯文哲之后 民众党也发出了集结令 也就是呢在明天晚间的六点半的时候 会在立法院群仙楼前面来开讲 那这个画面就会变得很神奇哦 因为过去呢 在立法院群仙楼外面聚集的人是谁呢 是青鸟们 青鸟们当时是要反对国会改革的 但是在明天的状况来看的话 是小草们会集结 然后呢一起来声援柯文哲 所以时隔了几个月上街的人变了 上街的人不一样 但是这一场召集令之前 民众党的组织部副主任林昭映 在上直播的时候 他却是用了激将法 希望能把小草们激将出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 谈话的画面 鹰派的声音非常大 像昨天直播也是有很多 这个直播主在那边干干叫 我们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但我必须要问你们一句啦 真的叫你们上街头 一下出国 一下要上班 借口一大堆 好那今天叫你上街头了 礼拜天你会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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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出来吗 最气愤的可能就是我 我也很不谅解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步 好林昭映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明明就很多声援柯文哲的 这些鹰派的直播主 你们平常在直播上面讲的那么大声 司法迫害啊要来声援柯文哲 但真正要你们上街的时候 你们又给我搞出国 又借口一大堆又不想要站出来 这样子你们是真的有真心在力挺柯文哲吗 你们人到底在哪边 我觉得这个是林昭映的意思啊 然后他还愤怒到直接拍桌 好那我先说一下 我跟昭映哥的关系 我跟他并没有很熟 因为我过去没有跑民众 然后主要是跑立法院 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事件 我比较常去这个小草的场子 那我见到昭映哥第一回呢 是在礼拜一的吗 还是在可能上礼拜天的时候 上礼拜天的北检 那时候柯文哲要被移到北检附训 然后我是在北检第一次见到昭映哥 然后就稍微的跟他换个名片 然后交换个赖这样子 然后之后这几天包含昨天在土城 小草的场子 其实昭映哥也都有到那个现场 然后昨天昭映哥 他看到我们这么多的媒体朋友在现场 他还你知道那一整排 大概十几二十个 然后他就一一的跟每一个摄影 还有每一个文字记者就发饮料 所以他其实昨天对媒体朋友是蛮好的 我对他的印象也不错 然后我对他印象主要是 他先前在北检里面去北检外头啊 去呛的那个什么前牧壳的那个总经理 是不是 就是他呛那个牧壳总经理是诈骗集团嘛 所以那一天他就已经很呛 然后呢一直到这一次的拍桌 我其实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 很率直很不做作的人 他就是有话直说啦 所以我觉得看到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或许也都可以预见 但就我的印象之中 我觉得他人是不错啦 好那可是我们再看回来这一次的拍桌 其实我觉得对于非常讨厌民众党的人而言 林娇应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某种程度上面 你会觉得他是在情乐小草吗 那如果你觉得他在情乐小草的话 那也很明显 就林娇应讲这些话 当然也不是给你们这些讨厌他们的人来听 那林娇应他主要是要用激将法 希望能够喊话把党内的信仰 柯文哲的钢铁小草们 全部都给我集结起来 所以他看起来主要是想要来 跟钢铁小草们来喊话 他会觉得说 你们这些人要挺柯文哲 就给我身体力行的来挺 你们不要一个一个给我当说说歌 给我当说说姐 要挺就站出来就上街挺 不要只会在聊天室里面 直播室里面然后开直播有流量 但是你们又不站出来 但是他确实用这种比较激烈的口语来表达 可能有一些小草也会没送 奇怪我要出来就要出来 我还要你这样子拍桌叫我出来吗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小草是觉得说 我就是会去啦 我管他拍不拍桌 我人就是会去 排除万难也要出现 那我觉得其实林娇应这样子的一个喊话 某种程度上面也是一种豪赌 真的也是一种赌博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就是说民众党的高层都已经拍桌 要这些小草们站出来了 他都已经尽力动员了 万一明天真的到立法院群仙楼的小草们 只有几根草的话 那真的会是民众党的一个大危机啊 不如预期会怎么办 所以说明天小草集结的程度 我只能说绝对是对于民众党 现在定调权党挺一科 这样的论述的一个起初考而已 也就是说小草们到底认不认同 权党挺一科的做法 小草们能不能够认同 民众党现在说是司法领虐柯文哲 司法领虐 司法压迫柯文哲 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个想法他们能不能够认同 而且认同之后还要勇敢的走上街头 来力挺柯文哲 所以明天绝对是全当挺一科的起初考 如果连起初考都不及格的话 那要怎么样子来面对接下来可能期中考 甚至是期末考呢 这个期中考很有可能就是在被压迫之后嘛 然后你真的起诉 然后你测试最后的定罪 这中间还有这个期中考 以及期末考要来处理哦 所以说林昭映当然急啊 他这个做法绝对是急了 他觉得小草们一定要出来 如果小草们被这样子的一个拍桌 都还没有办法走出来 走上街头的话 那某种程度民众党恐怕也是唇亡齿寒了哦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哦 在一个政长最低迷的时候 谁是最大最大一个支柱的力量 就是这些支持者 就如同我发生了赖品鱼事件 我被管碧琳摸脸的这些事件 谁是支持我最大的一些力量 我就是中天的这些支持者 还有我自己的粉丝们嘛 他们如果挺我 我就能够走过来 那同样的换到民众党 现在他们碰到了史上最大的一个危机 如果连他们的小草都不站出来 都没有这些小草这些下面力挺的 这些主将的话 那这样子民众党要怎么办呢 民众党不就真的恐怕要走上 这种灭党 甚至是让很多支持者都没有办法再相信这个党 那会变得非常的惨的 所以明天到底有多少小草们会集结在这个立法院外头 绝对是大家关注的很大很大的一个重点 而且我大胆的预言 明天绿媒一定会操作一件事情 一定会去比较在立法院群先楼外面的小草们 跟过去五月多那时候站出来反对国会改革的青鸟们 他们这之中人潮聚集程度的比例到底有多少 我跟你讲绿媒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如果呢 这个人数啊比青鸟少很多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绿媒都可以做文章啊 哇什么小草不如青鸟啊 等等之类的 什么小草都不站出来挺柯文哲啊 大概明天的风向可能就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在中部那边号召的 游览车量还是蛮多的 那么就只能够等明天就能够正式的揭晓说 到底有多少小草们会来上街 同时也是攸关到第三势力这个部分 能不能够继续存活的一个关键 但是波及哥今天在节目上面有讲到一个点 我也是觉得很有趣 他说这个活动的地点在群贤楼外面 然后群贤楼外面呢 其实你再往前走几步路 大概100公尺200公尺左右 就是陈佩琪看的上亿员的豪宅 然后呢你再往前走一两百公尺呢 就是柯文哲买的4300万的商办 所以波及哥就预言说 那这样会不会明天那个记者到现场就说呢 哎这边呢是小草聚集的场子 但我在往前走呢就看到陈佩琪看的豪宅 再往前走呢就是柯文哲4300万的商办 所以这连成一线 因此他认为民众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的集结地点 恐怕也是在害柯文哲 我是觉得波及哥这个论点也是蛮有趣的啦 所以呢也是提出来来跟各位网友们来分享一下 来给大家这个参考一下这个这样的一个内容 最后呢我们最近这个KS 这出去连线一定很需要这个 清爽高防晒凝露 所以欢迎大家把这个防晒露带回家 我们现在在推这个防晒露 所以防晒露还有炉灰露 都欢迎能够大家带回家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露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7-5天天